或是你今天真的非常想要練習閉氣好了 你在你家 然後把你家的浴缸漏滿 或是你裝了一個臉盆 然後把臉泡下去閉氣 這個也叫自由潛水 只要你臉泡到水裡面都叫自由潛水 然後臉泡到水裡面 在閉氣的活動 都是需要有潛伴的 因為你有可能會自己一個人閉氣 然後避到自己一個人缺氧 然後可能發生了一些